12月5日 宜温乐在微博宣布与交往一年的女友结婚 消息一出 圈中好友和粉丝纷纷送上祝福 作为好友的彭于燕发微博针 恭喜兄弟为你高兴啊 六叔幸福啊 彭于燕送祝福还不忘玩批图 把自己批成了宜温乐的新娘 满脸欢乐的宜温乐 配上一脸傲娇的彭于燕 画面太美不忍直视啊 此图为宜温乐的结婚又增添了一层喜气 宜温乐当天发生了一层喜气 发微博公布结婚 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与幸福 感谢上天把最好的你安排在最好的时候出现 感谢你的出现 让我的世界充满正能量 充满快乐 充满笑声 感谢你的纯真 让我的世界变得简单快乐 在这12个月里 你让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也感恩你把人生的余下日子交到我手上 我一定会把幸福带给你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 I love you 媒体就此事向宜温乐询问 宜温乐通过香港宣传工作人员 以短讯回复表示 多谢大家的祝福 很感恩和开心 终于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另外宜温乐所属的 华亚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老板林建月 也以短讯祝福宜温乐 恭喜他 那quis的 namely 这些花园自寻意识 万一众 那杀 这些花园自然的 花园自然的